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眼光越来越挑剔 所以火爆的明星好像变成了电影市场的标配 不管是电视剧 综艺节目还是电影 只要他们出马 就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提高作品的收视率和票房 目前的娱乐圈真热闹 范诚诚 沈腾 杨阳 于和伟 杨子 贾玲 刘耀文等红星频繁出现在新闻上 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范诚诚和沈腾合作的《飞驰人生2》 杨阳和于和伟一同参演的《袁军明日到达》 还有杨子搭档贾玲的《在节南逃》 都让粉丝们翘首以盼 然而 即便这些明星纷纷加入电视剧和电影制作中 仍然有不少人提出异议 有些人说 这些明星过去几年早已通过各种综艺节目和广告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又投身电视剧和电影行业 对制作方来说显然不公平 更有一些粉丝 为了给偶像打气 花大量时间和金钱追剧和看电影 对行业造成了伤害 有业内人士评价 这种现象不太好 需要管控 但也有人觉得 这就是市场运作 观众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演员和作品 制作方也有权决定自己要用谁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要怎么平衡演员的商业价值和观众的喜好 就是制作方必须考虑的问题了 当然啦 总有人愿意喂这些美味的饼掏钱 因为的确好吃 市集上好多人排队买呢 人来人往 说到流量明星的竞争 当然少不了新开播的《匠元弄》 这部电影还没开拍呢 可是网上已经热闹得跟啥似的 杨幂和赵丽颖的事 大家都知道个差不多了 这也让央视忍不住点名 还给网友们举了个外号 黎幂的猜想 可不就是粉丝互掐吗 就在这个点上 一个人物突然成为了焦点 那就是杨幂 大家原本还在猜谁是女主角迷 结果 杨幂立马霸占了热搜 他的粉丝们也是相当激动 立马涌进这个话题 给杨幂加油打气 这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网友的眼球 毕竟 杨幂在圈内一直都挺火 粉丝也很给力 就在大伙都在猜测杨幂能不能进组的时候 杨幂的粉丝们开启了大规模庆祝 上网发文力挺杨幂 甚至扯皮说如果杨幂不进组就要给片方和制作人添乱 结果 这时候赵丽颖那边好像没啥动静 这事似乎没在让他关心 如此看来 从旁观者角度看 杨幂进组似乎是十拿九稳了 然而 现实比预想得要复杂 就在杨幂粉丝欢腾的隔天 赵丽颖饰演女二的热点突然出现在网络上 许多人贴文说 听内部消息 赵丽颖演女二 杨幂只是个小角色 这让很多人大呼意外 以为杨幂肯定是主角 结果却是小角色 这部电影究竟拍出来没有 咱也不知道 但两家粉丝已经闹翻天了 都在疯狂发言 希望能在这次争论中占上风 最近 大家都在关注的电影匠员弄突然宣布开拍了 不过 除了张子怡 电影制作方对外公布的演员却只有他 这个消息让不少吃瓜群众都兴奋了起来 有人觉得这是电影制作方故意的营销策略 也有人担心电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部《匠员弄》一直是热点话题 所以它一拍出来就成了热门新闻 连央视都忍不住出来发文《影评人评》《匠员弄翻味之争》 这篇文章深入剖析了《匠员弄》的演员争翻味问题 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电影质量 《影评人》在《六公主》发布的影片里赞扬了两位演员的精湛演技 对角色的把握恰到好处 其中还有杨幂的呆波剧《哈尔滨1944》 这是近年来杨幂出演的为数不多的反战剧之一 在剧中杨幂扮演一爱国女学生 为国家抗争 关于翻味这个话题 杨幂曾经公开说过 她一直遵守行业规矩 不是抢翻味 而是看重作品的质量和价值 很明显 这种大格局的发言肯定能得到央视的认同 当然了 像赵丽颖这样事业正火的明星 他们在工作中的进步和付出也值得我们关注 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下收视和口碑都爆棚 可谓90后小花的标杆 尤其是这两部剧还让赵丽颖有机会角逐白玉兰奖 可见她在电视剧界转型成功 看完赵丽颖和童谣的表演 影评人更是语重心长地和观众进行了深入对话 她鼓励大家尊重偶像 与偶像理念同步 这样的结果真的让人叹息 翻味之争的复杂和伤害性 都展现了娱乐圈的各种纠缠不清和利益冲突 翻味之争背后 其实是很多演员和粉丝之间的斗争和矛盾 暴露了娱乐圈的种种互相 另外 影评人们反过来说服粉丝的言论也是让人心寒 尽管他们尽量避免刺耳的措辞 但实际上也在提醒演员 过于追求翻味可能会有坏处 在这种状况下 影评人的意见虽然重要 但也有种说不出的无奈 他们不能改变演员和粉丝的想法 只能更费心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张子怡出演了将员弄这部戏 她就像个大女主 不管有没有其他演员 大家都得听她的话 赵丽颖和杨幂的话题吵得火热 可观众题的建议却没人听 不管赵丽颖和杨幂来不来 张子怡是赚到了 因为她才是这部戏的主打牌 所以 哪怕赵丽颖和杨幂不出现 张子怡还是主角 这就是将员弄这出大女主戏的真相 詹周氏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杀人犯 她的罪行和头脑真的得好好研究研究 她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她的暴力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 詹周氏是个很暴力的人 一晚就拿刀砍死了自己老公 还窃碎了她 这种悲剧性的行为 显示出她的心理确实不正常 在审讯中 警察发现她还有帮手 这可是恶性犯罪啊 她的心理问题真的不容忽视 她的罪行不仅仅伤害了她老公 还损害了公众利益 詹周氏本该是绞刑 但她竟然幸运地活下来了 这个事情发生得太不寻常 真的让人感到震惊 这也引发了社会的讨论 她的罪行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据说 这个故事重点在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身上 传说杨幂演她的闺蜜 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近年来 国产剧的质量越来越好 很多女性角色都被刻画得很有个性 生动立体 但是 就算她们的形象和演技再好 在很多剧中 她们也只能当女二或女配 不像女主角那样受人关注和赞赏 看得出 女性在电视剧里的地位挺尴尬的 大家也开始思考女配角在影视剧里的作用和价值 其实 女二 女配在剧里可不只是陪衬 她们也有自己的魅力和看点 她们的出现能让剧情和角色间的关系更丰富 更有趣 能让观众在看女主角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女二 女配的吸引力和风采 张子怡就是厉害 当之无愧的女电影演员老大 在中国甚至全世界 她都是那么的牛逼 出名 其他女演员跟她比起来 就像是小星星和月亮 不管别人怎么想挑战她 她就是那个最亮的那颗星 粉丝们都叫她女皇 风风雨雨 她才是老大 她的影后地位已经稳定 其他奖项对她来说 就是锦上添花 电影让她的得意展现得恰到好处 不论是娱乐圈子还是生活中 张子怡都展示出她的傲气和自信 建立了独特的形象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老大 话说这部戏制作组的某些手段真挺让人搞不懂 虽然陈可欣导演很厉害 作品拿过好多国内外的奖 但她在夺冠里请来了几个顶流明星 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 那两位顶流明星人气 影响力都巨高 加入后这戏就小火了一把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人肯为自家的演员 歌手 游戏角色等各种东西操碎心 拼命保护他们的形象和权益 但当自家的姐姐偶像出事或者被质疑 粉丝们就会像使令一样冲上去 这是粉丝文化的一部分 但有时候 粉丝们的努力并未得到回应 比如 一部大家瞧手以盼的电视剧开拍 然而剧组却沉默不欲 啥也没说 更糟糕的是 连主演的名字都不公布 这让粉丝们疾疯了 于是 粉丝们开始怀疑剧组的真心 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得到了偶像的支持和保护 《长津湖》由陈凯歌 徐克 林超贤这三位大腕熬了七年才弄出来 主角找了吴京和易阳千玺这两个人气王 可临近开机 竟一个字都没给他们说 所以让人不得不怀疑这部电影是不是为了给他们这些导演自己做宣传 另外 在电影的出场顺序上 他们选择了按出场时间来排 而不是按照票房 名气 角色重要性之类的标准 这一招也是很让人看不懂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挺值得看的 是陈可欣导演的 他很擅长拍这种片子 你看他以前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 每一部都能看到他的才华和实力 他总能用精巧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打动观众 让我们深思人生 产生共鸣 所以 陈可欣导演的水平毋庸置疑 这部《宇宙探索编辑部》 陈可欣导演又秀了一波才华 讲的是一群有各式背景 但都热爱宇宙探险的人 如何克服困难 向宇宙挑战的故事 电影的主题很吸引人 宇宙探索是个很大的主题 也是人类一直的梦想 陈可欣把它搬到荧幕前 让我们感受到了宇宙的魅力与意义 电影通过一个普通人 展示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勇意 让我们对宇宙和人类未来想想 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主演黄博 容子珊 王洛丹都是演技派 他们在电影里演了各种角色 黄博是个痴迷太空的科学家 容子珊是个年轻的飞行员 王洛丹是个神秘女子 演技都挺好的 角色性格都很鲜明 总之 宇宙探索编辑部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导演很棒 演员演技在线 剧情吸引人 相信看完后 你会有不一样的惯影感受 另外 这次陈可欣亲自带队宣传这部电影 她可是名气很旺的导演 她拍的每一部戏都有热烈反响 这个电影题材也是陈可欣拿手的 所以她从制作到宣传都亲自上阵 这回赵丽颖和杨幂的粉丝 甚至是路过的观众都要来凑个热闹 可见陈可欣导演确实很会宣传 大家都好奇是什么样的电影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小杰 雷佳音是二号主角 所以在这部戏里很关键 也得付出更多努力 赵丽颖和杨幂这两个大牌 演员则分别担当三四号角色 可见演员阵容强大 演技也棒棒搭 制作过程用心 易杨千玺和李线都是大牌艺人 粉丝一抓一大把 所以 他们同台的话 这关注度和热度可不小 但说实话 这么大阵势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 如果活动或节目只看流量明星 观众可能会厌倦 其次 要是都关注流量明星 其他嘉宾或选手的能力和付出就被冷落了 也挺不公平的 所以 我们要追流量 更要好好做节目 才能吸引更多粉丝 随着现在娱乐圈越来越火爆 大家都在拼那个叫翻位的东西 说实话 这个翻位究竟能有啥让他们拼命去抢的呢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里 有好多主角 有的主角是重要角色 有的只是客串 甚至有的只出现在一集或某个片段里 不过现在娱乐圈 谁打得很谁就能排前面 所以 为了在电影或电视里排得靠前 有更多露脸机会 有些演员不惜一切手段去争翻位 那究竟是谁在争这些电影资源 又是谁在在乎谁压住了别人 其实答案很简单 那些想抢翻位的演员和导演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希望通过这招来提高名气和影响力 然后拿到更多的电影资源和机会 在拍电影时 一些演员可能为了争翻位而拒绝和其他演员合作 或者在拍戏时候故意耽误时间 破坏整个电影的进度和效果 拍电视剧时 一些演员可能为了争翻位而降低自己的演技 或者故意制造一些麻烦 破坏剧组的拍摄 比如说 有些演员和导演可能为了争翻位而赞不谣言 炒作一番 以此博取观众注意 希望以此提升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 然后拿到更多的电影资源和机会 但其实 这些争翻位的行为并不能真的让他们出名和有影响力 反而会让他们失去观众的信任 观众更关心的是演员和导演的演技 还有作品质量 而不是什么排名 在电影里 就算你演技好 排在后面 观众还是会记得你 在电视剧里 只要演员演得好 即使排在后面 观众也会记住他们 所以 我们应该告诉演员和导演别太纠结翻位 而是要好好提升自己的演技和作品质量 这样 他们才能真正得到观众的尊重和支持 然后拿到更多的电影资源和机会 在这部电影中 赵丽颖和杨幂的精湛表演 不仅为电影带来了无限的精彩 更为张子怡的得意时刻增色不少 两位演员不仅在戏中展现出了深厚的演技 而且在共同演绎的故事中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感人至深的表演盛宴 赵丽颖 杨幂的表演堪称绝佳 他们将各自的角色演细 全新巅峰 王一博偶像艺术演绎 经验进化之路 王一博 清新气质下的全能偶像艺人年轻 有活力 充满阳光的笑容 这就是全能型偶像艺人王一博 他以清新的气质和出色的舞蹈技巧 在明星中脱颖而出 尤其在街舞和freestyle方面 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和灵活性 但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舞者 他还是一位歌手和演员 王一博出生于1997年8月5日 来自河南洛阳 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人间智慧》是《清欢》中 虽然演技还有些青涩 但他的自然表演和精准的情绪 表达赢得了观众的称赞 尤其是他的眼神 无论是在舞蹈还是在演戏中 都能准确地传达出情绪 为他的表演增色不少 在电视剧《冰与火》中 王一博饰演的角色陈宇 是一位热血的缉毒警察 他与陈小饰演的吴振锋携手 打入贩毒集团 最终将毒贩一网打尽 陈宇不仅正直聪明 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不轻易妥协 无论是对待朋友还是面对审讯 他都坚持原则 勇敢无畏 通过这个角色 王一博展现了缉毒警察的辛苦和无私奉献 使观众看到了他的进步和多样化的表演风格 相比于一些实力派演员 王一博的演技还有进步的空间 娱乐圈不缺流量明星 但观众更希望看到在每部新剧中都能有进步的演员 王一博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实力 而且低调谦逊 努力进取 他的不断努力和进步让人们对他充满期待 导演傅东玉增说过 为什么选王一博来演陈宇 当他第一次见到王一博时 他感受到了王一博眼神中的执着和清澈 在聊天过程中 王一博展现出了对这个角色的坚定和决心 他愿意付出努力 甚至愿意通过健身让自己更加强壮 正是这种坚定和努力塑造了今天的王一博 总的来说 王一博是一个气质清新的全能偶像艺人 他展现出了舞蹈和演技方面的才华 同时也展现了他的努力和进取精神 他个人的实力和潜力都非常出色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观众对于偶像艺人的需求 不仅仅是流量 更希望看到他们在每个作品中的进步 你对于王一博的表演有什么看法 你有没有其他喜欢的全能偶像艺人 欢迎留言评论 经过多年的辛勤付出 王一博已经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偶像艺术家 他的演绎之路如同一场奇妙的进化 每一部都是精心谋划和付出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娱乐世界 王一博以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和对艺术的热爱 成功地赢得了观众的心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舞者 更是一位身具表演天赋的偶像艺术家 他的进化之路一直充满着经验和震撼 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巅峰代表 王一博的偶像艺术 如同一场视觉盛宴 给观众带来了经验的视听享受 他的表演不仅注重舞台效果 更融入了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表达 每一次的演绎都是对进化之路的独特呈现 让人们见证他在艺术领域的巅峰成就 王一博的进化之路也是对自我的不断挑战和突破 他敢于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 勇于冲破自己的局限 用实力和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偶像艺术领域的独特价值 他的进化之路 不仅是一场个人的艺术征程 更是对整个行业的引领和激励 观众们总是期待着王一博下一次的表演 因为他的每一次进化都意味着新的惊喜和感动 他的演绎不仅在舞台上令人叹为观止 更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他的偶像艺术进化之路如同一本精彩的书籍 每一页都值得细细品味 王一博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的 更是他背后团队辛勤努力的结晶 他所展现出的进化之路 凝聚着团队的默契合作和对艺术的共同追求 这也是观众们能够在每一场演出中感受到的强大能量和深厚底蕴 在未来 我们对王一博的期待不仅停留在他目前的成就 更在于他未来的不断进化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观众 偶像艺术并不是停滞不前的 而是需要不断创新和进取 愿王一博的进化之路越走越宽广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和感动 在这个全新的巅峰时刻 让我们共同见证他的艺术成就 为他独特的偶像艺术魅力而欢呼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